在中国中秋节和加拿大感恩节之际,一场跨越东西方文化的艺术盛宴,首届清凉月文化节日前在爱德华王子岛成功举行,为爱岛丰富的多元文化在天浓重的一笔。 文化节系列活动涵盖舞台演出、名家画展、摄影展、教育讲座等内容,其中9月29号的清凉月艺术饗宴和9月30号的舞剧《香格里拉理想国》两场大型演出更是赢得观众广泛好评。 舞剧《香格里拉理想国》是著名藏族舞蹈家万马坚措导演的作品,该剧2012年在中国国家大剧院首演获得轰动,至今已在世界各地演出逾200场,此次是《香格里拉理想国》这部舞剧首次在加拿大演出。 创作时间很长,我剧本是其实在我大学时期写的,然后十年以后在国内,中国国家大剧院,是违约我创作,因为他们知道我这个剧本,在12年,所以从12年国家大剧院首演完一直到今天,我们一共在全世界各地,包括国内一共已经演了有200多场。 对。 这个整个团圈有多少人? 我们整个的团有将近30多人,但是我们这个演出只需要12个演员,舞者,然后我们团里的演员都可以随机调配的,所以这次出来的这些舞者是老团圆和新团圆的一个组合。 是这次演是整本,还是说是之前其中一部? 没有,整个剧,整个剧场是70分钟,然后连我们前面还有一个小的仪式,加上应该在80分钟左右。 在清凉乐艺术饗宴,来自爱德华王子岛当地和来自外地的艺术家均带来精彩表演,包括原住民舞者的舞蹈,阿卡迪亚音乐,文化节主题曲《清凉月光》,戴子舞《雀之灵》等。 像我第一首选的丘业,因为加拿大是枫叶国,就用这种曲子向加拿大的国民来致敬感谢他们的友善,这样子。 那第二首曲目选的是寧某 那寧某我是觉得想要传达的内涵 是就是说对于父母恩情的感谢 以及对于师长 我们这一路走来都有很多人 对我们的一些照顾跟提息 用这首曲去感谢他们 那第三首曲子我选的是天鹅湖 那天鹅湖这首曲 它其实是一首古典的曲目 彩克夫基的芭蕾舞 但是我把它稍微改编有点爵士 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不同的呈现 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子 来自多伦多的几位艺术家 更是为活动带来诸多惊喜 京剧名诞胜利 带来快智人口的经典曲目 天女散花 并跨界表演穿剧变脸 我觉得它能够体现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然后呢 它的首先它的一些舞蹈动作 它是在歌在舞的 它能表现一个意境吧 就是比较抽象的 我觉得外国人会接受会喜欢的 因为画面还有动作非常美 非常美妙 几位青年演奏家 秦子文 张迪 王一 朱沛红 用古筝 杨琴 等传统乐器 表演的夜深沉 黄土琴 在线中华文化的远远流长 这个室内乐团这个团队呢 刚刚从李贾纳巡演回来 我们主要是做这种中国民族音乐的推广 此次演出呢 我们也带了两首作品 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乐器古筝 另一个是杨琴 杨琴呢 也号称这个西方的这个钢琴 所以这两首乐器能够给这个PEI的观众呢 带来一种新的一种享受 大家熟知的夜深沉呢 都是由京剧的京湖来演奏的 那此次的夜深沉呢 是由古筝改编而成的 这个古筝呢 就着力表现了霸王别姬中的一个场景 尤其是运用了古筝的按滑 和那些颗粒快速的技巧来交替演奏 使古筝呢 可以充分地发挥它的魅力 听起来呢 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今天晚上我演奏的曲目呢 是黄土琴 这是一首西北风格的杨琴作品 在索纳的乐曲中 也有这样一部西北风的作品 也叫黄土琴 那我的乐曲主要是古筝和杨琴 一种古筝为伴奏 杨琴为主奏的一种形式 然后为了丰富今天的音乐会 我们加进了三角铁和卡红 融入了其他的乐器 然后去表现出一种丰富的文化 清凉乐文化节 由爱岛当地佛教团体 Gabies传灯寺主办 今年就想说把这个节目的部分能否再扩大一下 也许艺术家也一起来参与 像家人一样 就是大家来到这里就可以有一点 就像在可能在自己的故乡一样吧 就有一种团圆 然后所以应该也有中秋的意义了 所以我们用清凉月 这是中秋的月亮 杏哲法师表示 现代人面对烦销和压力 矛盾和挫折等负面情绪 希望通过举办强调包容性的交流活动 传递正面的力量 让人们透由艺术观赏和领会 回归内心的清凉 CCC TV 加拿大国际电视台报道